杨辉楼的异计有多悲哀 明明卖身不卖意 但还是被迫给老头按摩 女孩虽然不愿 但只能默默顺从老头任何要求 她还算好的 一些低下的异计 由于没有客人叫她们表演 只能挤在拥堵的房间睡觉 有的异计工作饿了 就偷偷吃碗面 被发现后吃都没得吃 还直接被强行扛走继续打工 只要是在里面工作的女子 大多数都是被迫来到这里的 就算是花魁 面对客人的凌辱 她都不能有丝毫反抗 否则就会被杨辉楼背后的黑帮杀害 杨辉楼的花魁陶若 虽然表面光鲜亮丽 却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 二十年前 她的母亲也曾经是花魁 因为与男人山本私奔 最后被青楼背后的黑帮追杀 受伤严重的她死在了山本怀野 只留下了强宝中的陶若 她希望山本让儿女过普通人生 可是陶若长大后 反手就被父亲卖到杨辉楼 由于陶若长得和母亲很相似 很快就被山本的情人田夫人捧为花口 而山本则和收留她的女人结婚 并生下来陶若同父一女的盲人弟弟 而陶若也很照顾这个弟弟 每次工作完后都来看望弟弟 并把工钱都留给她 而山本始终忘不掉陶若母亲 每次都会长来珠子为她唱戏曲 渐渐的珠子也喜欢上了山本 而山本却对她很冷漠 只是把她当成了陶若母亲的山寨版 珠子以为是自己唱的戏曲不好听 还主动让山本带她去杨辉楼学习 但田夫人看她身世并不器材 也不会真心留在杨辉楼 所以一口回却没有答应她 离开之时 她却看见山本对陶若很关心 她为了赢得山本的关心 决定去隔壁的明月楼学习 山本把她带到明月楼后 就直接离开了 而珠子看着山本远去的身影 连回头看她一眼都不看 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陶若 很快她就开始针对陶若 这个女人为了得到男人 竟然跑到青楼去学习一集 这天杨辉楼和明月楼为了争夺客人 每一个异计都独领风骚 拿出自己看家本领 珠子意外发现 陶若竟然一直盯着一个富二代看 珠子为了报复陶若 她走到富二代面前 一把推开与她跳舞的女人 并脱掉自己鞋子 开始了她独特的舞 舞姿瞬间吸引了富二代 富二代兴趣一来 直接和珠子一同跳舞 陶若看见自己的男人 竟然和别的女人跳舞 而且被珠子抢进风头 即使不是为了男人 她也要把属于杨辉楼的客人夺回 陶若上前去大骂珠子无耻 竟然当着很多男人面露头 还当众勾引自己客人 但珠子就是故意的 但当着大家的面不好互撕 珠子趁陶若来到洗手间 语言中充满了火腰味 陶若的姐妹看不下去 想要踢陶若出头 但是被珠子一敌二 而陶若并非软弱无能 很快就对珠子大打出手 两人你抽我头发 我就撕你衣服 大战三百回不负 依旧没有奋出胜负 还从洗手间打到了换衣键 两人你来问我 最后陶若烧身一整 赢得胜利后 她直接找到富二代 还向富二代诉苦 那一晚 陶若并把自己交付给富二代 而珠子则和明月楼的看守 钢板熟睡了一晚 那之后珠子就与钢板好上 山本得知珠子里面来了 于是直接到明月楼给珠子熟身 不料却在明月楼惹破上身 得罪了明月楼背后的黑帮 几周后陶若就怀孕了 但是医生告诉她孩子不能留 因为她患有肺结核 如果强行生下孩子 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 陶若经过思考后 她把有孩子的事 告知了富二代 没想到富二代怕明月楼受损 连夜带着行李跑路了 陶若心里憋屈得很 来到河边思考是否留下孩子 却在这里遇见了珠子 两人不打不相识 因为珠子遇见了真爱 马上就要与钢板为相见 她临走前还给陶若打招呼 这一刻他们没有了哥 还成为了姐妹 珠子离开后 但她经过思考后 最终还是决定独自生下孩子抚养 被男人抛弃的一季有多惨 即将生产的她都没有人来过 珠本看着女儿的母娘 想起了陶若母亲的话 让女儿过普通人的生活 随着女儿越来越像她母亲 珠本不愿想起悲伤的事 最后还是把女儿送去当一季 珠本看着女儿受罪 于心不忍 最后亲自给她找来吻合 孩子出生后 她就将孩子交给珠子暂时抚养 此时的珠子和钢板 还开了一家小店铺生活 而陶若也时常来看望孩子 两个曾经打过架的女人 这一刻却成为至交好友 还约定四个人会好好生活下去的 可是这天陶若上班的时候 却突然晕倒了 并发后珠子也常常来看望她 而陶若并发前 还把孩子交给了田夫人 因为她觉得 一季的女儿 始终摆脱不掉一季身份 她也要让女儿成为一季 心酸的话从她口中说出 门外的珠本无比自责 很快珠本找到田夫人 想要要回孩子 但田夫人向她讨要天价费用 表示陶若自己培养多年 她生下的女儿自然归杨灰楼所有 但允许山本抱孩子去看一眼陶若 很快就要回了孩子 还把孩子抱到陶若面前 陶若隔着玻璃见到女儿后 也在这一刻病情更加严重 很快就死在了山本怀里 山本来到珠子夫妻小店时 将陶若去世的消息告知了珠子 珠子十分恼怒 认为都是田夫人的错 想要提到去砍田夫人 而山本却说 如果陶若的死要怪人的话 就只能怪她这个父亲 就在珠子崩溃时 她的丈夫钢板被黑帮偷袭受伤 黑帮还扔了手泪 钢板为了保护妻子 用身体挡住手泪 钢板死后 珠子和山本打算带着她骨灰离开 来到车站时 山本对珠子说自己要去做一件事 而珠子也知道她要干啥 还约定让她活着回来 很快山本带着炸弹 最后与黑帮的人同归于尽 火车离开后 珠子留在车站满脸泪水 明明说好的四人幸福生活 到最后却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而此时的杨辉楼 依然歌舞升平 虽然表面光鲜亮丽 背地里却不知 有多少异季命运比陶若还苦 不过最后田夫人发善心 将孩子交给了陶若的盲人弟弟 最后也摆脱了当异季的宿命